慢慢地卷起红纸,再用热笼胶粘贴 家政班园动手进行盆栽组装 经过老师的指导 每个人都兴趣浓厚 作品可以美化家庭 加上个人的创意更得到亲朋好友的赞赏 增进不少生活乐趣 每年我们农会都在这过年的前夕 都聘请我们专业的老师来办理这样组合盆栽活动 因为班园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所以我们今年办了市场 那其实这样疫情养性的活动 应该是落实在生活里面 常常要办理才对 可是因为农家妇女种是比较勤俭持家 所以在应景的时候办理这样的活动 是比较适切的 在大家除旧不新的时候 能够在摆设盆栽的话 让年味能够提前到来 其实我们沿着你家政班 每年在过年前的半个月或十天之内 就是会举办一个组合盆栽的插花活动 因为每个家庭主妇都很忙 所以要插一盆花 可能会 它如果只是插花的话 可能就是维持不久 那我们用组合盆栽 比较维持了三个月至四个月 我觉得对一个家庭主妇来 要管理这盆花比较好照顾 那也对大家说 在家里要布置的比较漂亮 我们就以组合盆栽来做 日前竹山农会在严正里家政班 举办连结盆栽DIY课程 学员们动手做出自己的盆栽 让大家在农历年节 可以在家里摆上美美的盆栽 增添喜气之外 另外也可以学习到一门记忆 能够带回去社区多家推广 是第一次来参加 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课程 那我觉得还蛮兴起的 而且因为之前对插花没有一切经验 那刚好也是趁这次来学习 那之后觉得还蛮有兴趣的这样 因为妈妈在忙 所以代替妈妈来参加 然后我也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还蛮有趣的 对如果下一次 可以有时间来参加的话 我想我应该也会来参加 别看盆栽小小一盘 但摆上桌之后 可以改变周遭的气氛 也因此变成年结应景的摆饰 DIY课程相当多元 指导这唐克老师邱武诚表示 煮荷花细心照顾 基本上可以活上三个月 不仅美化空间 又非常实用应景 植物它本身有方向性 那我们把最漂亮的那个方向 向着你的话 所有的方向性调出来以后 那我们做的那个 漂亮的整个面 都会向着你 那整个面向着你的话 你再怎么煮花 它的结果就是很漂亮 那我们在煮好以后 我们在照顾的时候 因为兰花它不太需要水 所以我们一般在照顾兰花的话 大概15天交一次 那小品盆栽我们都是用喷的 大概在10天 我们用那个喷的 稍微喷一下 湿润湿润就可以了 花艺设计千变万化 在老师的指导下 让驾证班员们在短时间内 初步了解花艺设计的技巧 议长何胜峰表示 自己动手做乐趣多 春节要到了 并祝福各位新年快乐 民意新闻专门县竹山采访报道